张国荣妹妹尽照曝光,出道27年林飞闻,如今37岁生活成这样。 提到张国荣,相信再熟悉不果的就是她的歌曲了。 2003年歌王张国荣因为意外离开了人世,但是她的名气却是一直在,并且她也深深地存在我们的心中。 张国荣之所以被人怀念,除了她的影视、音乐作品以外。 她的艺术成就、才华,以及善良、敬业、认真、热心肠、皮鞋后辈、尊敬前卫等优秀品质也让她被更多的人所欣赏。 要说戴心人,最感谢张国荣的就是她了,她就是唐宁。 唐宁曾是娱乐圈最红的童星,八岁就开始和张国荣、周润发主演纵横四海。 因为性格活泽可爱,就被张国荣认作未美。 并且张国荣为了体现她,让她在《白发魔女传》翻串南角,并且饰演小时候的张国荣。 之后又被成龙选中和出演《城市猎人》备受网友的关注。 唐宁小时候经家人朋友推荐,有幸与周润发、张国荣等巨星合作。 当时张国荣很喜欢这位活泼的女孩,立马就认她作为妹妹了,而这以后张国荣就成为了唐宁的一把保护伞。 让她在这个复杂的娱乐圈保持得出淤泥而不染,出道多年可谓是林飞闻。 唐宁出道多年,作品可谓是无数,但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《聊斋之小谢》李唐宁更是一小谢的甜真烂漫性格。 让唐宁成为了TVB的招牌古装女神,至今这位女神平时生活都是非常的低调,演技精湛。 在娱乐圈的人员也是特别的好,从来没有人黑她。 但是在唐宁视野高峰时期,却与一个逼她大13岁的圈外人邓维杰传出了恋情,两人相识在一场舞台剧上。 并且查出了火花,唐宁为了谈好恋情少接拍了很多戏,谈了三年两人就结婚了。 婚礼上唐宁更是感动得落泪,之后唐宁为了安心养胎蛋退了娱乐圈。 但是唐宁的婚姻,最终还是没有熬过七年之痒的考验,最终唐宁在2016年宣布了和老公离婚的消息。 唐宁在这七年里生下了一男一女,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唐宁退出了娱乐圈。 可是没想到邓维杰这次连两个孩子也不要,把唐宁赶出了家门。 如今37岁的唐宁带住两个孩子一起生活,依旧风韵犹存。 据说唐宁之所以和邓维杰分开是因为邓维杰在外面有外遇,有时候真是不公啊。 一心一意为了家庭为了爱情付出的唐宁却落到了这步,果然女人还是有自己的事业好些,能活得更就精彩。 离婚后的唐宁也开始做起了公益活动,最后祝福唐宁遇到一个懂得珍惜她的人,也希望她能付出,支持她。 结局,你喜欢唐宁吗? 结局,你认为唐宁的演技怎么样? 参考来源。